大家好,欢迎来到《学识plus》。 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四天无始先生所著的 《掌握健康身体的三大泄立体培养法》这本书。 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四个部分。 第一,打造健康身体的基础,泄立体培养法。 第二,调整肠道环境。 第三,改善肝脏解毒功能。 第四,增强身体的抗氧化功能。 首先是第一部分,打造健康身体的基础,泄立体培养法。 泄立体是存在于我们身体每一个细胞中的微小能量工厂。 人体是由大约37万一个细胞所组成的。 而泄立体负责生成一种名为ATP-3磷酸腺杆的能量物质。 这是支持我们呼吸、运动、新陈代谢和解毒等生命活动的核心动力。 可以说,泄立体24小时不停运作。 为全身细胞提供能量。 如果想要提升身体机能并保持最佳的身体状态。 维护泄立体的健康是必不可少的关键。 为了有效提升泄立体的功能,作者提出了以下三个关键策略。 一,调整肠道环境。 二,改善肝脏解毒功能。 三,增强身体的抗氧化功能。 这三大策略被称为泄立体培养法。 是生活习惯改善的重要基石。 就像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对于健康饮食的意义一样。 泄立体培养法同样是构建健康生活方式的根本。 接下来,我们将逐一探讨这三大关键策略的具体方法。 但在此之前,我们先从最基础的饮食入手。 了解提升线粒体功能的核心营养知识。 线粒体生成,ATP所需的主要原料是碳水化合物、脂质和蛋白质。 这三大营养素是人体能量代谢的基础。 米饭、面包、面条等食物中的碳水化合物是ATP生成的主要能量来源。 过度限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可能会导致血糖过低,降低线粒体的功能,甚至会危及到生命。 在睡眠时,由于人体无法直接摄入糖分,肝脏会通过糖一升作用,将脂质和蛋白质转化为葡萄糖或糖原。 维持血糖水平并为线粒体提供能量。 理想的三大营养素摄入比例为 碳水化合物占60%,脂质占25%,蛋白质占15%,以每日摄入2000千卡为例。 这相当于1200千卡来自碳水化合物,500千卡来自脂质,300千卡来自蛋白质。 保持这种平衡,有助于为线粒体提供持续而高效的能量。 在线粒体培养法饮食中,饮食结构强调营养的全面均衡,而非单一营养素的过度摄入。 例如,在碳水化合物方面,推荐以玄米作为主食,因其比白米含有更多维生素、矿物质和食物纤维,是更理想的能量来源。 燕麦同样是高营养价值的选择。 对于其他食材来说,鱼类能提供优质的蛋白质和脂肪酸。 蔬菜和蘑菇富含抗氧化成分。 海藻和土豆则能为身体补充矿物质和能量。 虽然某些特定营养素有助于健康,但整体饮食的平衡更为重要。 改善饮食习惯是线粒体健康的第一步,也是身体活力的关键基础。 在掌握这些饮食基础后,下一步我们将详细探讨线粒体培养法的三大策略,帮助您进一步提升身体的活力与健康。 接下来是第二部分,调整肠道环境。 正如第一部分所提到的,生成ATP所需的能量来源离不开营养素的摄取。 然而,仅仅摄入营养素还远远不够。 这些营养必须通过肠道消化吸收,才能顺利被运送到线粒体及其他器官发挥作用。 因此,肠道环境的健康直接决定了营养素的吸收效率和线粒体功能的表现。 谈到肠道健康,许多人首先想到的是增加酸奶、乳酸菌饮品或发酵食品的摄取。 虽然这些确实有助于改善肠道菌群,但作者强调,单纯增加摄入远不如避免有害物质重要。 作者特别提出了以下六类应尽量避开的食品。 一、精致穀物。 精致穀物中含有一种蛋白质、肤质。 这种物质会损伤肠道粘膜,诱发炎症并引起肠肉综合症。 这种肠道屏障的破坏不仅妨碍营养素的吸收,还会削弱线粒体的功能。 二、牛奶。 许多人的体内缺乏消化牛奶中的烙蛋白所需的酶,导致其在肠道中引发炎症。 这种炎症同样可能导致肠肉综合症,进一步影响线粒体功能。 三、反噬脂肪酸。 反噬脂肪酸常见于人造黄油、快餐食品如汉堡包、炸薯条等加工食品中。 其分子结构与塑料类似,对人体健康的危害极大。 作者虽不倾向于完全禁止某些食物。 但对于反噬脂肪酸,他明确表示应该绝对杜绝。 四、精致糖味。 精致糖如白砂糖是肠道有害菌和真菌的最佳养分。 会破坏肠道菌群的平衡,进而恶化肠道环境。 因此建议尽可能减少精致糖的摄取。 五、转基因食品。 转基因食品虽然在农业生产中被广泛使用。 但其长期摄取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尚存争议。 一些研究表明,转基因作物可能会引发顾民反应, 并破坏肠道菌群的平衡。 因此建议尽量选择非转基因的天然食品。 以保护肠道环境。 六、含毒素食品。 含毒素食品主要只在种植、加工或保存过程中受到污染的食品。 如农药残留较高的水果、蔬菜, 以及还有重金属或防腐剂的加工食品。 这些毒素会积聚在体内,对肠道和肝脏造成损害。 同时妨碍营养素的吸收。 为了减少毒素摄入,应优先选择优质的食品, 并彻底清洗食材以去除表面残留物。 在改善肠道环境的食物中, 一些传统发酵食品占据了重要地位。 例如胃葱、纳豆、烟菜、泡菜等。 这些食物富含乳酸菌和益生菌。 有助于平衡肠道菌群,增加有益菌数量。 胃葱不仅富含鲜、钠、铁、铁等矿物质。 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B群和食物纤维。 能够显著改善肠道环境。 此外,胃葱的制作方式天然、健康。 适合作为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减少有害食品的摄入, 并适量增加发酵食品如胃葱的摄取。 可以有效优化肠道环境。 为线粒体的健康运作提供有力支持。 这是线粒体培养法的第一步。 也是提升整体健康水平的重要基础。 接下来是第三部分,改善肝脏解毒功能。 在改善肠道环境的过程中, 我们提到肠道与肝脏的密切联系。 作为人体防御疾病的最后一道屏障, 肝脏的解毒功能至关重要。 如果肝脏无法有效排除体内毒素, 如有害重基础等, 毒素便会积聚。 这不仅会阻碍泄力体正常运作, 还会影响能量的生成。 此外, 毒素的滞留可能进一步破坏肠道环境, 诱发肠漏综合症, 对整体健康造成威胁。 现代社会中的毒素种类繁多, 其中包括, 有害重金属如铅、 拱, 石油化学产品如溶剂、 添加剂, 烟草中的有害物质, 汽车尾气中的污染物, 塑料制品中的微塑料和添加剂, 这些毒素无处不在, 几乎无法完全避开。 然而, 我们能够正常生活的原因在于, 我们的身体具备强大的解毒能力, 这种能力是维持生命的重要保障。 想要保持肝脏的解毒能力正常, 最核心的一点是优化肝脏的状态。 而良好的睡眠, 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 肝脏的解毒高峰, 通常集中在凌晨一点至三点。 如果肝脏负担过重或解毒功能受阻, 可能导致夜间过度运作, 从而影响睡眠质量。 因此, 为了保护肝脏, 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 避免睡前两小时内进食, 睡前过量饮食或饮酒, 会增加肝脏的负担, 干扰其解毒功能。 因此, 晚餐应适量, 并尽量提前完成。 二, 维持生物中的正常运转。 健康的生物中是高质量睡眠的基础, 也是支持肝脏解毒功能的重要因素。 晨间的阳光可以帮助调节体内生物中, 恢复身体的自然节奏。 早起晒太阳, 有助于肝脏按时完成解毒工作。 智能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 发出的蓝光会干扰生物中, 影响入睡时间和睡眠质量。 建议在睡前减少使用这些设备。 通过科学的作息安排和健康的生活习惯, 可以显著减轻肝脏的解毒负担, 提升其工作效率。 这不仅有助于排除体内毒素, 还能间接保护线粒体功能, 为整体健康打下坚实基础。 优化肝脏解毒功能, 不仅是促进能量生成的关键, 也是提升免疫力和身体代谢能力的重要一环。 最后是第四部分, 增强身体的抗氧化功能。 在线粒体功能的培养中, 最后一个重要步骤是增强身体的抗氧化功能, 抑制过量的活性氧生成。 研究表明, 在线粒体生成ATP的过程中, 约95%的氧气被消耗, 剩下的氧气则转化为活性氧。 活性氧是一种极具氧化性的分子, 它能够引发体内物质的氧化反应。 如果体内的活性氧过多, 就会损害细胞核基因, 导致细胞功能的受损。 尽管这种氧化反应是线粒体生成ATP过程中 不可避免的副产物。 但幸运的是, 人体自带抗氧化防御机制, 能够有效抵御活性氧的侵害, 从而保护健康。 在年轻时, 人体能够生成大量的抗氧化酶。 这些酶有助于分解和无害化活性氧。 然而, 随着年龄的增长, 抗氧化酶的产生能力会逐渐减弱。 因此, 要保持抗氧化功能正常。 关键在于, 通过外部摄取抗氧化成分来支持身体的抗氧化防御系统, 为了有效清除体内的活性氧, 并增强抗氧化酶的生成。 以下三个方法非常值得大家采用。 一, 摄取优质的蛋白质。 蛋白质是生成抗氧化酶的基础, 保证蛋白质的摄入量, 尤其是优质蛋白质, 有助于增强抗氧化能力。 二, 补充矿物质。 矿物质如铅、铜、铁、铭等对于抗氧化功能至关重要。 它们在抗氧化酶的合成和活性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三, 摄取维生素和植物化学物质。 维生素A主要来源于动物肝脏、鰻鱼和海苔, 能够有效对抗氧化反应。 维生素C丰富存在于樱桃、甜椒和柠檬中。 是强效的抗氧化剂。 维生素A可通过橄榄油摄取, 对抗氧化作用有着积极的影响。 此外, 植物化学物质的种类繁多, 其中的虾氢素被强烈推荐。 虾氢素是一种强力的抗氧化成分, 能够在细胞膜上广泛分布, 帮助捕捉并清除活性氧。 虾氢素的抗氧化效果尤为突出。 是维生素C的6000倍, 是维生素E的1000倍, 是腐酶Q10的800倍。 虾氢素的强大抗氧化作用, 能够帮助我们抵御紫外线、吸烟、 氧化压力、精神压力、剧烈运动 以及不良生活习惯等引发的大量活性氧。 在这些环境中, 虾氢素是我们的强大保护伙伴。 线粒体在我们身体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无论是呼吸、运动, 还是维持基本的生命功能。 为了提高身心的表现, 保持活力, 让我们今天就开始培养健康的泄力体功能吧。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 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 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 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 在下次的节目中, 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 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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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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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